大家好 我叫陳志榮 歡迎大家今天來這個 我所謂一直來 我叫陳志榮 然後我從台南上來 然後我今天是代表FBTUG 就幫爸台灣User Group 來做一個開源商的一些介紹 因為我們是比較關注在 智慧農業走路效果的這個動作 然後前面這一台 前面這台 這是Mini Baba 我們看一下 Bomba是一個農業機器 就是一個智慧農業機器 然後他是一個美國的加州工程師 他當初也是在FBTUG的一個專案 然後他現在目前有一個3x6的大機器 就是說他已經整個開源在全球各地 可以嗎 看看 我看一下我的網路 先看一下影片 這邊 這就是他們的EU 我們的食材和食材和食材和食材 而成功,我們會破壞我們的食材和環境 這是個殘忍 我愛食材和我愛食材 這點是在地上的開放 開放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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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開放 在前面的三個月 我們有一個小小小的團隊 都在作為這類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Dragon Grove Farm Designer allows you to graphically design the layout of your plants for a game-like experience that's fun, fast, and easy. You simply press the synchronize button, and FarmBot does the rest. We'll assemble FarmBot to a size as soon as you can handle the soil sensor and weeding tools to cover the basics of production. FarmBot's core electronics and our flexible hardware and software platform is ready for you to modify and expand upon FarmBot's abilities. Want to design your own tools? Go right ahead. The FarmBot to control lights, that's easy. And some are going to go off-grid with solar power to collect grain in the community wiki and forum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last year alone, you've seen independent replication of FarmBot all across the globe, by teams and individuals, and technology conforms. FarmBot Genesys is 1.5m wide and 3m in length. It's perfect for getting started in a small space building software game. 因為時間不多,所以我一直跳,因為不要浪費時間,因為我們只有30分鐘,來,再看一下, 因為這個要講好了,可能講得一天都講不完嘛, 然後這是我們的社群, FarmBot Taiwan User Club,這姓言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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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這個認識的機會,才開始進入到這個社群裡面, 我一直會很希望每個學生,每個學生,多多參與社群, 參與社群的目的,是為了,在我的立場來講,我是為了挖寶用, 我都到每個社群去挖寶,因為很多東西,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社群目前已經運作了應該一年多以上, 然後目前這是由Habba,開業員那個Lice,那個P&R News,那個社群的主持人, 這位叫Habba,這位叫Habba, 然後這是UTM的頭,另外一位社群夥伴就開發命令方法的, 他叫Joper, 就這位,他去年有來,去年是由大家組獎, 他今天換我來介紹一下, 你們也稍微看一下就好, 這是BombBar的其他版本,比如說有陸壁的啊,海上的啊, 他有很多種不一樣的版本, 然後目前有很多夥伴,各個社群裡面有很多高科技的人員, 都一直在支援的這個社群, 稍微看過去好, 然後目前我們的設備有在新竹那邊做展覽, 上次也在台北那個, 新創展也都有做展覽, 先稍微有個概念什麼方法, 目前這台就是我的,你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就是影片上看到這一台, 就是說它是一個,可以自動換頭的那個, 自動化設備, 然後它可以澆水啦,可以測溫度啦,測濕度啦, 可以吸種子啦, 然後這是我自己開發的介面, 再稍微看一下, 然後上面重點是它有CCD, 它可以做一些影像的視覺分析, 然後它有吸真空,可以吸一些種子, 可以運用在比如說, 種苗的培育啦, 這個都可以拿來運用, 然後它可以澆水, 就比如說年輕人你要多一個多落植物的培養, 這個就可以做小生意啦, 你就把它設定好, 說什麼時候要做一些澆水啦, 哪一天要做什麼澆水動作, 你都可以把它設定好, 重點是所有程式, 你都可以自己來, 然後它可以很精確的對位, 這個跳掉,看一下其他的, 然後有放爆的那個夾爪, 它重點, 它重點就是說, 它都開遠啊, 這個都是, 目前都是由Joe在做的一個動作啊, 你可以拿來做夾娃娃機啦, 或是夾菜啦,夾蟲啊, 它很多種運用啊, 所以讓我來講, 你不把它當作是一個農業機器的話, 它就是一個, 三軸的CNC的控制機器, 你要是把它裝雷射頭, 它就可以做那個雷射, 比如說打標啦, 像目前由緣把它做成打標的動作啊, 然後比如說, 這是我們上次在台北展的時候, 我就把搖桿給撞上去啊, 那就是可以拿來當夾娃娃機啦, 但這套完啊, 它是SY一種啊, 先讓他來講, 它的底層就是那個3D表情啊, 就馬鈴的那種3DP的那種整個架構啊, 然後這是我們另外一位CHR, 它做的那個, 手勢辨識的核心啊, 我現在用手揮啦, 揮上條款, 好, 就這一塊啦, 這就是, 調音樂頻段而已, 然後, 比如說澆水, 待會我會實際動給大家看一下啊, 因為時間不多, 要講說現狗, 所以我會跳著, 一直跳啊, 它上面這邊有一個流量器, 所以它可以記一張流量, 所以我要交多少水, 我自己設定好了, 因為不同之物, 你們交的水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去做設定, 然後它有三根管, 它有一根是七真空的管, 一個是交水的, 一個是施肥的, 好, 這是水頭, 它會自己把頭放回去, 然後這個是七真空的, 就是放棕子, 但還有很多啦, 你會看到我桌上, 還有一些可以測試度的, 挖洞的啦, 有很多種頭, 可以去做運用, 先從這邊來看啊, 就說這是一個農業機器, 然後目前來講, 它已經把它運用在, 比如說已經上LASA, 要打算上火星, 直接上火星, 去做那個, 種植的動作, 因為它可以遠端遙控, 我就不一定要遠在那邊, 終於遠端就可以遙控它, 這邊都不要看啊, 這邊都不要看啊, 要是你要是進去它的網頁, 應該就有看到啊, 目前來講, 它就是把所有的那個, 軟體, 硬體, 所有的資源, 然後全部都開源, 只要你上它網站在上面, 全部都可以裝得下, 那你就有辦法自己去做, 處理它屬於自己的機器, 目前台灣也很多個學校, 它們就有這樣做啊, 它們就有這樣做啊, 然後目前我們的MiniBondBud來講, 它是有把整個那個, Source資源也都放在, 機器上面都可以下去, 下載來用啊, 要是要連結比較快的話, 是可以直接上那個, IC Shop, 可以上IC Shop去搜尋它, 網路有點怪怪, 直接在看其他齁, 接收一下我們的網頁, 下輪的聯動圈, OK, ろそ flies, EM risks to 回答江振 чётink 糟糕, 好, 先感謝你, 教 Intel 要是在我們那個, Fomba Taiwan User Group的網頁 這是我們Logo 你就會看到很多的資訊跟資源 然後這個是 Shou Ho的這位 華川義先生他所做的 他上次也才剛在南科做完簡報 然後那個 整個經濟來講他目前有新的開源 他有做的還更小台的 叫FombaTini 然後這個檔案到時候 你們要是直接連到Fomba Taiwan User Group的話 就可以找到這個網頁 然後這是可以掃 掃一掃也可以加進去 然後先看他這裡 目前他有把很多的程式 像我的也都在上面 蹦表、電路圖、KET檔 這邊都有 就比如說這是切割檔 他可以切鐵劍或切壓克力 然後有3DP的列印檔 然後蹦表都有 然後目前他已經被評為 拯救地球的十大開源項目之一 好他們已經攻上火星了 就這位了 目前他已經可以運用在商業、社區、教育 在國外很多的教育也都一直有在用 在現在台灣的話 我們這裡也有 也有買了一兩台 然後南台也有買 然後 有些小學 教什麼學校幹什麼 好幾天學校都有陸續續 已經在推廣這一塊的事情 然後為什麼要推廣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倒不是應用它來種東西 我真的不是那種東西 因為這個太小台了 可是我是拿它來做教育 做教育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個機電整合的設備 它是一個機電整合 因為一般你們在外面 這是他的畫面 就是說我們在一般外面的業界 我們的教具是找不到這麼完整 因為它有機構 比如說它有三軸的機構 然後它有Python 它有那個樹梅胎 然後它有Arduino 它是把它整合起來的 然後它有CCD 它有整合OpenCV 然後後續的話我們還會整合大數據 就是說我們會把一些農業資訊往上丟 就比如說有些農業資料都會往上丟 重點是要讓資源去做共享 而且這東西在外面的業界是沒有的 然後一般 我們單一科系所學到的單一技能 也是有欠缺的 就是說目前的社會人 目前的社會人 你只學會一樣技能是不夠用 當然不是要全部都會 可是你要至少知道有什麼東西在 我就比如說我是資訊科的 我會寫程式 可是我不會寫機構 那你就只能做寫程式的工作 你就沒辦法做出一台可以用的機器出來 這是它軟體架構 然後它是用硬體是用Arduino去做結合 然後上去會用MQTT去加上雲端 然後重點它的技術是在於 OpenCV那一塊 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其實它的硬體技術韌體 就跟3BP的概念是相同的 可是它可以來做很多事 就是它整個硬體架構 我看一下 它是一個SYLE的農門機構 然後上面做一個可以自動換頭的設備 然後它這邊的頭是有電路的 它可以接水啊 接氣啊 一些肥料啊 然後這些頭都開圓 你可以去自己創作 自己去做 這些東西都可以自己去做 依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像它就有做一個那個 吸頭 它是可以去吸水的 吸滴液啊 就可以做在那個培育用 它用針筒去做 然後把它做成那個電動的機構 然後看到核心 核心就是用一塊那個樹莓派 用一塊Mega 2560 然後這是原廠自己在改的 原廠為什麼要自己在改 因為之前的會燒掉 之前會燒掉 因為就跟3BP一樣 3BP的板子也會燒掉 我自己都燒3塊 可是因為燒了3塊之後 我就知道它問題出哪裡 所以我把它改良過了 所以不會再燒了 我這樣不會再燒了 因為我超了最久 所以我燒掉機會最高 為什麼會燒 因為它在馬達吃電流吃太大的時候 比如說它馬達轉不順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一些膩為瘦 它變得會拉大 拉大它很變的時候 它會回饋到 我們的那個 Arduino的Mega 2600的板子上面去 它那個文化IC太爛 那電流太假 所以每次燒都是燒到那個文化IC 到回去打到了 然後燒掉之後 它相對應的那個USB 轉232那塊也會跟著燒掉 所以每次燒都燒這裡 然後外面有人做就是 它會做一個改良版的Mega 2600 就是防燒 其實防燒也沒什麼 然後就是把那個耐電流加大而已 也沒有說為什麼是防燒 所以我就在它的電路上面 我有發作改善 我們開源裡面都有做介紹 都有做說明的 那效果 我就很喜歡這種問題 我不喜歡買那種機器 買回來就可以有 你這樣沒得去 這樣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你越有問題 越容易壞 越燒掉 我就可以去找它問題出來 然後我就相對去找出 可以解決它問題的方法 這是我們創客的一個 黑客的概念 這是它的影像CEP 稍微看過去 然後它是直接用 TWID用那個 上面都有Source 都有支援 它有網頁版的 就是網頁版 這是原廠的 然後原廠這個 它也都開源 可是數據很實在的 礦 太複雜了 它那個系統寫得很大 可是它還是開源 它的檔還是可以寄作 因為我們看不懂 所以我們全部都自己來 就是它在開源網頁 你就搜尋方法 就可以找到 大家看我的網路 上得去 然後它是可以 用手機啊 用平板啊 去做連接啊 可是要連到它那邊去 要連到國外去 然後目前也有那個 QNAP 也要把它移植回來 就給你買一個 QNAP的主機 就可以把它連回到自己的 就是LOGO端著SERVO 去做運作 你稍微看一下 這是它畫面 基本上 它是真的可以用 可是我們真的沒在用 因為第二點 它都寫英文 跟你光看LOGO 有時候看不懂 因為它一定要種一個菜 你要打出那個菜品的英文字 然後去搜尋到那個菜 再把那個菜的資料 種到你的畫面上去 我覺得有點麻煩 不然它這台網頁 就是這個 真思版的開心農場 這是真思版的開心農場 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的社群夥伴 目前這次上次在宜蘭 去那邊做了開箱活動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 把狀態機器 然後把開放社群 把開放一瓶農業 給結合在一起的社群 目的是幹嘛 是為了做友善農業 幫助老農 能夠有更效率的去做一些 資訊上的什麼 應該也就是說幫助老農 應該說幫助青農 讓更多年輕人 願意投入到農業這一塊來 其實農業是一個很複雜的產業 農業不是我想像中的說 你弄個機器給他 他就可以做 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一般反而我們會比較在意的是 江信妍他們在做 阿貴大概就做的事情 就是做農業氣象的 把氣象整了 反而是 在農業上一個很大的運用 目前運用很厲害 另外一點就是用那個控拍 控拍比如說去灑農藥 去做農作物的一些偵測 就MDVI的熱掃苗那種的 目前上去就有 比如說拿來掃那個西瓜 就算一算 總共有幾個西瓜 不用怎麼去算 那當然有人就是 很多學校也在做 就是他們都有很多 空拍機的社群 然後他們的空拍機 當然不是用來空拍 是用來做農業運用的 比如有些人會拿來 像有些人就拿來趕鳥 就讓阿嬤自己 弄個空拍機自己趕鳥 當然現在比較新的 台南邊有做一個是用雷射的 他會自己生成鳥在哪裡 那雷射就不用打 但是嚇他就把他打死 雷射還沒那麼強 之前我有架雷射上去 可是南邊是在做定位的 不是在殺蟲的 來下一個 那目前他們就有想法就是說 我們怎麼把空拍機 運用在農業上 然後他們就會比如說 他們先用空拍的方式 先去熱掃苗整個農田 然後再去看說 我們農田哪邊需要去做 那個施肥或說施農藥 因為以前我們農藥是整面灑 整面灑的話是傷害農田的 傷害土地的 而且是浪費農藥的 然後他們現在新的技術 他們就會去把 整個農田先做個掃苗 看哪邊是需要做 那個農藥灌 加燒 噴掌農藥的地方 他會去把它寄一下 然後再開第二架出去 去做那個定位 噴農藥 這樣對土地也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幫助 目前因為運用的比較 實物的反而是 視著飛行 在這塊反而是比較實物 所以說方法機器典這種東西 在農業上沒有運用 有 可是是那種自走式的 國外是很多那種大農田 都有那種自走式的機器 反而會比較實物 這種東西運用也有 可是都運用在比較溫濕一點的 你要是說一般農場 一般來講台灣的天氣 因為會下雨 會有一些比較潮濕的問題 很多電子機器 會比較受傷害 所以這個反而是運用在比較溫濕 甚至上用 或是說在教育上用 都還蠻無聊 還蠻無聊 還蠻無聊 不好意思 看到無聊兩個字 你有沒有是屬於這 這幾種議員 就我們的組成裡面 是有科技人 有農夫 有老闆 有教育者 那我不是純的教育者 我是一個業師 我覺得會依據 那個學校需要 我會去做一些 自動化的一些介紹 或是說去帶一些 自動化的一些專題 然後我就會一直說 我在這邊幹嘛 然後我會跟我的孩子說 在這邊幹嘛 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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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挖寶 這邊有很多寶 很多寶是你們 所想像不到的 所以我一直會想說 很多年輕人都上社群 我在這邊挖到什麼東西 我挖到OpenCV 我挖到 那個 當然做的SOPCV 做的OpenCV 這邊介紹一下我做的東西 但這不是商業新聞 這次也是MegaO60 這是我做的板子 然後這板子 當初也是為了做一個CAS 去把它弄出來 那我只要讓我的孩子知道說 我都生了 我學生是我的孩子 這東西 你看起來也沒什麼東西 可能弄一弄成本不到500塊 可是它可以做什麼 我是拿它來做那個自動上料機 要是有的話 看一下畫面 環環機 好 這次 我是這個行業的 我是做CASC自動化整合的 然後這次用沙華的機器 是做環環機的一些自動上下料 環環機的程式也是我寫的 然後這邊有CCC 做CASC CASC 這個動作也是我寫的 然後機器的手臂 還是不是我寫的 是它的中縱是我寫的 這是目前產業 台灣人都產業 都會用這個東西做生產 來大家好 這是其中一下 好 然後這是尋漢縫 因為管子它有一個漢縫 它要把它的位置放到一個對的地方 你們現在做的就是 就是用網板機換出來 就是用鐵板 就是網板機換出來 比如說 那個家具啊 創具啊 漫碼啊 很多管類的 都是用這個做的 然後這也是用CCD做的 用CCD做的 用CCD做的 我先跳過 這是網板機啊 這是我目前在做的行業 當然 我是因為做了這個行業 然後我才會想要把它導入到教育來 為什麼 因為 自動化的這個產業 像這個算是所謂的 傳統自動化 這個地方是沒有人要塑的 現在你現在跟不住 那我是剛剛講 這就是用在上料機上面 然後它就是阿丁羅 很多人說阿丁羅上不了檯面 不能做事業 不能做生意 看能做 其實阿丁羅就跟一般的POC一樣 它也是一個單晶片 你只是看你外面怎麼去包 重點就在一個 很小的IC 叫做PC8i7 你們今天應該有資訊科技 應該知道 就是把它電給光偶爾隔離掉 然後用24伏特的 因為很多場域 它是會受干擾的 所以你只要用24伏特的 那個Switch Power 去做穩壓 你的系統是會穩定的 我那個系統 掛一些人掛兩年 我還必須用你掛 然後說一個重點 我都用這個去利用我的學生 這東西 應該不到五百塊 我賣多少錢 12萬 然後我一次做四台 我一次做四台 48萬 重點不是它 重點是know how 是你怎麼把自動化的概念 整合到你的機器上面 讓它能夠動起來 讓它穩定 這是它的重點 它只是個工具 它只是個核心 就跟這個機器一樣 它整個核心 就是一個 Arduino加上素媒派 然後我剛剛講的那個 剛剛那個 影像那個 時間好像越來越少 糟糕了 我用那個素媒派的地方 就是說 那個 視覺CD 我那個系統做到多少錢 12萬 12萬 可是已經很便宜了喔 外面這種視覺系統一套至少要14萬起跳 可是要是說我們今天用素媒派去做人 我們用OpenCV去做人 不用兩千塊 不用兩千塊 真的 真的 所以這個系統 這些資源 你在外面是學不到的 就是說我系統上 像我們在外面 我們去 做案子 我們去培養土地 我有土地喔 我懂 基本上我們也不會 教他很完整 是會去實戰的 因為我會希望他自己學 然後他不懂得問我 我一定會教他 可是現在很多 我們的教育是有點問題的地方是 大家都太習慣得到答案 就說這東西怎麼弄的 他倒是沒有資料 裡面有範例 裡面有誠實 可是現在講 即使你拿得到也不完整 真的也不完整 因為那個都是 單一功能性的東西 今天我要做一個機器 我要的東西趕快很多種 很多元 我可能要3DP 要怎麼去做那個外殼 因為你不能直接那個書面 他也不上去說 這個12萬 誰弄你 你一定要把他包起來 這行業就是這樣 你要把他包裝 他就要懂得怎麼去用 比如說可以切啊 去切個外殼 像那些爸爸切外殼 漂亮的把他包起來 然後你怎麼去把你的程式 給美化到 能夠實用在你的機器上面 這都是要被學習的 那我為什麼說 我刮到它是個寶 它上面都有啊 它上面有Open CV 它有Mega 260 它有3組的CNC控制 就跟我們在做機器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觀念 我們要講說 開圓 基本上來講 我們要開圓的是這個 觀念 know how 不是程式碼喔 你們要搞清楚喔 開圓不是開圓程式碼 程式碼拿給你喔 你也看不懂啊 要說句很白的 要說句很白的 就是這樣子 小米當初也是靠開圓起來的 小米很多手機 就是當初就是很多 收拾開圓出去 讓大家用 用完之後每個人都會回饋 什麼東西好用 什麼東西不好用 弄到後面之後 他收集到最好的那個地方 就是他的最後一隻 最開始的那隻小手機 聲音會很好 因為他的動物就是每個人要的 這也是做生意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 找到那個老闆 一直去跟他拜託 不是賣他東西 是請他幫忙 問他問題 然後讓他知道說 欸 這東西要怎麼弄才會好 怎麼弄才會更適合這個產業用 讓他得到一個尊敬 然後得到高興 然後他就會高興 高興之後 你再把東西拿回去去賣他 他就自己擺下來 因為這部分就是他要的 這是一個業務的手法 這樣講就是說 這種東西 明明方吧 他就是裡面有開放出這麼多的資源 就比如說我有寫一個VP程式 糟糕 你們程式的時間太短 因為我再講四個小時 欸 這是先把畫面稍微帶過來 他把Source 硬體 全部都在這裡都有 然後這全世界 台灣啊 台灣也蠻多台 日本啊 各個國家都有WP很多 他們在交易上的一個推廣 有蠻多應用的 20 30 唉唷 真的時間到了 還沒時間就到了 這是他們的那個 硬體設備 就是 他目前有一個SL的 台幣應該差不多在10萬塊左右 這個 不好意思啊 大家下去看看 連動的機會都沒有 好 稍微 調過去好了 我會把那個 皮皮電打二 放在網頁上 或說 後續可以跟我要 這是我們那個 這個 目前這個就是在 Python上面的那個程式 我們上面的 叫Commander 他就結合了控制 結合了OpenCV 他就用Python寫的 就這塊就可以知道 怎麼去運用 去做一些影像分析啊 做辨識啊 就是我剛把這些技術 拿來去做 那個巡探風來用的話 可以用啊 可以用啊 這個技術就可以用了 你外面絕對拿不到 你外面沒用 那開圓的 社群開圓的 優點就在這裡啊 他是無私的 就像我們這些所謂的 無聊人士 退休人士啊 基本上就是一個想法 就是 很想把東西留給年輕人 不然你用隔屁就怎麼辦 那沒有人要學 真的沒有人要學 我去大學要教 還好一點點 我去執教要教 根本就沒人要學 所以有時候 我就跟他一直講 你要學 你至少把手伸出來 你要學 我才能夠教你 不知道我怎麼教你 所以很多學校老師會很可能 就是 一個班級四五十個學生啊 你怎麼拉 拉不完啊 真的拉不完 所以只要你願意教 到我家來我都願意教你 所以很多孩子 那時候跑到我家啊 去做專題啊 每天都做整頁啊 我也在做啊 因為只要你想學 我們就會教 其實很多 業界的 比較長者的 都有這種心態 可是重點是 孩子要懂得去找到這種人 社群裡面一大堆 社群裡面真的一大堆 像科大啊 都是所謂的這種社群的 老大哥啊 都稱為大大啊 他們的很多資源資訊 是非常棒的 像我都有去上科大的課 就很多資訊 我很喜歡去上課 就像 還有沒有時間 好像到了 稍微再說一下 這是ESB8266 是因為我去上那個 沾軸無能飛行機喔 這個 最近很夯啊 我去上了三天課 然後我就學到Squatch 學到那個 一些Blogger的一些東西 然後學到ESB8266 怎麼去整合 那我就把它整合到 我的機器台啊 所以這檔以後 也會有那個 Squatch 因為 有時候就是一個重點 是 一般的這個程式 對一般人來講 太複雜了 真的是搞不懂喔 這是我在南海教授 然後這是 時間到學啊 不好意思幹嘛 忘記了 這就是Squatch 我把Squatch把它加上去 就可以去做一些 程式上的運作 因為這樣就比較簡單 它就不用寫很多程式碼 你就可以直接來 好 這就是Squatch 然後它是走 那個UTP的傳輸去做運作的 然後它有程式碼 都開遠 因為它開遠了 我就把這個程式碼 拿來應用在我的方法上面 誒 就算了 我花三天時間 就學到人家 會花幾個月的智慧 就把它搞定了 所以我都希望說 大家多多去參與社群 多多去上課 學習人家的好資源 那天我在講說 開遠是什麼 我就想這個問題 什麼是開遠 後來想到 坐著 坐著就是最棒的開遠 因為它寫書出來 它無視的把很多程式碼 都放在上面 那裡去看 而且重點是 它有教你為什麼 它有教你怎麼做 可是外面的開遠 拿回去之後 我會保證你一定看不懂 一定看不懂 因為沒有教你怎麼看得懂 所以通常都要自己去學習 啊學什麼學 找社群的人物 就一定有 後來拍起來 真的是時間太短了 OK 這是我們最近的一些活動 就歡迎大家 你去搜尋FVTUG 去找到我們的社群 然後你去找方法 就可以找到很多 這些相關的資源 也不用打擾到 下一位講者時間 時間到了嗎 抱歉 抱歉 已經太多了 因為這個我真的要講 就要講四個小時 因為這個講不完 重點就是我剛剛講的 多參與社群 真的我希望你們年輕人 多參與社群 社群真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它可以讓你挖到很多的寶藏 然後這都是以後 你們可以在社會上 去跟人家打鬥 去跟人家競爭的一些資源 而且是不用錢的 這麼多好的老師 這麼多好的夥伴 讓你去問 為什麼不去問 因為我覺得太多現在孩子 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很多啦 反正是氣死啦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不會啦 這邊應該大家都很怕 還是說熱鬧 可是重點就是 你們要多多去參與 不要自己悶著頭學 這樣學不到很多 真的很棒的東西 大家可以多 社群又是找我 我是 你都找到 在FVTUG裡面都可以找到我 我叫陳志宏 大家請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如果要看那個硬體設備 等一下可以抽到上面去 還有問題就 有沒有問題要問呢 想要做這種硬體控制的啦 就是到社團上 或是加老師的臉書 對啊 老師不然開示一下 我們等一下便做換場的準備 下面主題都是IoT的部分 對啊 對IoT的硬體軟體通訊 有興趣的 有需要問的 可以到這邊找我 沒關係啦 嘿 OK 謝謝 謝謝 謝謝